大家好我是娃娃暖 今天本来打算要前往小终点 明天要开始徒步了 结果呢我的手机出现问题了 我这个手机的话是苹果p30普洛啊 然后他就是在录视频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正常录视频啊 然后呢他会出现 很大的噪音 这个是我吃饭的家伙 我平时拍的视频都是用它完成的 然后刚刚有朋友说让我恢复出产设置啊 我也试过了没有用啊 可能就是他这里面的一个收音问题啊 收音排线出了问题 这个手机应该是前年去三亚的时候 买的免税店买的 然后现在已经过了自保了 大家在给我拆机子了 拆了这就不是原装机了啊 他这个话筒接收器在哪里啊 现在冷下面 就整个都要拆下来是吧 对啊 现在把山岸头取下来 这真的是一个细致的工作呀 这个东西坏了是吧 对 这个坏了 现在换了个排线啊 再来看一下他这个怎么样 好了好了好没有噪音了啊 哎呀我吃饭的家伙又回来了 花了三百米 我还有个手机啊 华为皮特林普洛用了好几年了 然后里面有很多我在印度啊 泰国拍摄的照片跟视频啊 本来是打算给小罗用的 那天我准备换密码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哈中间操作失误了 就导致现在这个手机开不了机了 就密码错误 锁密码给锁住了 然后打那售后的电话也不行 就屏幕锁住之后就没有用了 然后今天没办法也只有拿过来刷机 刷完机之后给小罗用了 只是很遗憾 里面有好多的视频啊 照片还有聊天记录都没了 太遗憾了 这个手机也修好了 现在就是恢复出产设置了 然后这个屏幕的话也不换它了 这台手机修了也花了三百 今天总共花了六百块是个手机 五点了拿去吧你的了 我感觉修手机可以买台新手机 现在这边二十手机是特别便宜的 早去你宿舍看一下 8点钟的丽江 哇 我俩要留下这美好的一刻 哈哈哈哈 快点快点快点 啊 哈哈哈哈 下不了嘴 哈哈哈哈 她冷静一下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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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现在快到凌晨的两点钟了 我在整理今天下午拍的素材 突然发现 不零用 有噪音 然后我刚刚录了一段下来 你看在室内完全就是没有噪音的情况下 声音很大 它又好了 它又不好了 你耍我嘞兄弟 这到底是啥情况呀 有没有专业的朋友跟我讲一下 我感觉我的300块钱 它水飘了 因为在修之前呢 也是这种情况 时好时坏的 咱们用美颜相机 以及打电话 或者是音频输出 不会有噪音 但是就是用原相机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台线我也换了一个心得了 你说还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这个手机可花了我一万多了 我还是维持了一个心得的